各位,其实我们人类的历史很多时候真的重复 还有古代的智慧,为什么会比现代高呢? 不是说古代的人比较聪明 而是说因为历史不断重复 古代有智慧的人说的话就经过历史的磨洗,剩下的智慧 所以你看到古代人说的话就好像比现代人说的很多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会有蠢的人和有叻的人 但是那些有见地的、有心得的、深刻批判的说话就会剩下来 那些无聊的废话,当时可能可以感动或者影响很多人 就被那个时间洗策不见了 所以我要说为什么古代的智慧那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真的要看历史呢? 这个世界所有东西都是一条时间的长河里面 时间的长河不是过去、现在就是将来 现在是很短的 譬如说我现在说是这五分钟的现在 刚才我开场的那些 那些已经是一分多钟而已 那些已经变成过去的了 昨天的东西已经变成过去的了 所以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可以改变了 而将来呢 是狗说的,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譬如说某一个KOL 不知道是什么,我一说他就被人骂了 他就说俄罗斯全线溃败嘛 其实他说的时候是过去说的 其实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 我看不到俄罗斯全线溃败啊 是不是? 那当然啦 为什么呢? 我就是喜欢 irritate一些人的 你既然这么不喜欢我 骂袁爸爸呢? 或者批评他呢? 那我就觉得有时间的时候要说一说他 说到你自己觉得没有兴趣了 那你不要再听我的节目 是不是? 因为我既然改变不了你 我觉得你放在我这个节目里面 其实是眼冤的 如果你能够改变 那当然是好了 但是你既然不能够改变 我希望你走了 是不是?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逼你走 所以呢 我继续批评你所说的同路人 我要叉开说一句 袁爸爸袁公怡这个人 他在最初走去做时事评论呢 就跟他的女儿一起说的 他就说形势不是好啊 是大好啊 就是由他开始 看到这个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呢 那他就 他就以他七十几岁人呢 就扮演一个好像资深的政论家 其实是没有的 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的 然后呢 就以他对美国的了解 哦 疑似是一个美国人 其实他也不是美国人 他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的深层了解呢 他认为呢 现在的形势 2019年2020年 是大好啊 是很快中共就灭亡的了 是不是 香港就光复的了 这样 其实我觉得 你说一些很好听的笑话 就是说 你富贵啊 你明天中藏元啊 你后天中六合彩啊 你一定发达的了 是不是 这些事情没用的 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在这些东西里面呢 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些人浸淫在我们 就是这些人的说话里面 而我们呢 就认为这些人是同路人呢 就是已经是证明了他说的东西 就是袁弓宜这个人所分析的东西 由他开始说到现在呢 十次错了十次的 所以呢 我就说我不是针对他 他说俄罗斯全线溃败呢 我担心 因为其实我想 俄罗斯真的输了 我想俄罗斯输了 但是他这样说法呢 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希望了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呢就是说 我们做事呢 是要面对一个现实 过去现在将来 将来的东西就靠古 古错了就当没有说过 所以那些 不做得准的 而过去呢就可以给我们一种指引 现在呢是一个很短暂的一瞬间 所以呢 古人的智慧呢 是因为刚才说的原因呢 他是很有道理的 我要说呢就是 外国的古人 我们小朋友的时候一定会看过这个大人国与小人国 就是其实呢 就是这个 就是小人国和大人国中间还有我们这些正常人的 而写这些这样的 他不是写给小朋友看的 他也不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不是Peter Pan 不是这个 那个叫什么 Winnie the Pooh 不是这些东西来的 这个写这个讽刺的小说那个人呢 是一个叫Jonathan Swift 就是Taylor Swift 那个Swift 就是很快的意思 SWIFT 这个Swift呢 是一个幽默讽刺的文学家 他所有的东西都有政治的含义 或者是含义在里面的 而呢 他那个大人国小猫就讽刺当时的英国的时政 以及那些政治人物的虚偽的一面 那么我就想说呢 就是Swift 就有一句名言的 这句名言的就是说 当一个人 进入一种认知或者见解 是经过一个非理性的过程 你用理性来唤醒他呢 是很难的 他这个呢 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 就没有实验去证明 只不过是他的人生经验里面 总结出来 就是观察总结出来的 一种的看法 就是如果你 信这个不知什么 拜什么神 或者成为姜徒的 姜唐 或者你 学了什么气功 或者信了印度神童 诸如此类 或者信了袁公仪 你信那个过程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 但是我用理性来叫醒你是不行的 比如说那些自己以为饱学知识 读书的知识分子 他们就看不起特朗普 他就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右翼的民粹 是一届商人为名为利 他们没有了一个客观的分析 他那个对特朗普的那种偏见 是一种的 非理性的投入 利用理性跟他说是没有用的 我试试过很多次 但是那些人 他就会用理性去包装自己的 这个Jonathan Swift的观察 是再加上英国在启蒙时期 不过他不是一个启蒙的人物 这个大卫幽默 David Hume 所说的一句说话 两个拍着来看 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David Hume就说 他说 这个理性 只是感性的奴隶 所有的所谓理性 其实都是为感性而服务 而且 他在那一篇文章我整篇看完 所以就不会有误解 就是很多人 他看到一个quotation 他就是在那里 可能是片面去解释那句话的说话 于是自己想什么 就认为那句话是说什么 事实上 有时候如果最好 就是把整个文章看完 一旦时未有互联网 这个很困难 你去图书馆找 你可能找了整天 都未必找到那本相关的书 找到那本相关的书 你找到那篇文 也不简单 譬如说我现在说 David Hume的理性和感性 如果我们没有互联网 突然有人跟你说这句话 那你怎么找呢 那你就要找那些古代的文集 找那些David Hume 然后逐本来找 我想你真的要大半日 好了 他这篇文我整篇看完 其实很清楚 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就是Hume所说的就是说 他认为 这个理性 是 不会给你行动的 就是理性告诉你 三角形的内阁加上180度 你坐在那里知道一件什么 或者 那个不是定理 是吧 直角三角形的 A square加B square等于C square 你坐在那里没有行动的 这是一种冷知识来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 你是要建一条桥呢 如果 你是要 设计一间屋呢 或者 就是做类似的工程呢 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就有用了 或者你砌一个模型 是不是 或者你画一幅画 那幅画是有几何的构图的 那些东西就很有作用 但是为什么要 建一条桥 为什么要画一幅画 为什么要建一间屋呢 你是因为要赚钱 因为要 要开心 因为要创造一样东西 你那个动机 最初最初就是 基于是一个非理性 是一个 不是理性的动机 那样东西是给一个 驱使你行动的一种动员的力量 所以 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我们说理性 是感性的奴隶呢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理性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是要发达的 我就要读书 我读书就要做建筑师 那么这个有很多原因的 或者我是要画画画 画靓的画 因为我喜欢 这个绘画的艺术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理性的驱使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 那种理性的培育 就是没有了那种 刚才我说的 对那种冷知识的了解 掌握和运用 那么你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来的 是不是 不是说因为我 很想开心 那你就会开心的 你以为你是袁爸爸吗 是不是 所以不行的嘛 所以就是说 你要用一个感性 去推你出来行动 但是你在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重新估算的过程 就像上一集 这样说 recalibrate 那么你就要用一个理性冷静 这样去 去分析你的行动 分析你现有的成果 看看你是否on the right track 是不是 你是不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 那么你就可以转态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这样配合 就是那个奴隶很重要的 但是那个永远都是奴隶来的嘛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将它倒转了 David Hume 为什么要说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那些人呢 启蒙时期 崇拜理性的 以为理性就是所有东西的中心 理性就可以驱省我们 找尋光明呀 公义呀 美好的未来 那么我们要崇拜 和神福在这个理性之下 那你就错了 是不是 就是好像 David Hume 又有一句 我经常都要想着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叫 is 一个叫 art 就是科学呢 只能够给你一个 is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会有光 为什么会有碳排放 是什么来的 碳 在那个生命的组成的过程里面 碳这个元素 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是冷知识 这个是is 嘛 但是要说 odd就是说 我们要把所有碳减零 是吧 零碳的要 这个呢 就是一种主张 一种建议嘛 这个odd呢 你要审视它是不是对呢 你就真的要看那个科学的基础 但是你不能将那个科学 当是一个宗教去崇拜的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现在那些人 他们对 西方的了解 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盲目的崇拜 尤其是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呢 是基于一个非理性的基础 是一个感性的基础 那么他们对这个特朗普的反感呢 是基于这个非理性的 感性的一种偏见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是这样用理性和他说是没用的 他们是不会改变自己的思想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有人就在我的节目里面留言的 那些是我的朋友来的 支持我的 他说呢 怎么说也好 拜登围堵中共 团结西方国家 是成功过Donald Trump的嘛 那我就说 其实我要说现在的时局 我读一段东西给你听 是不是 这个布林肯访问北京呢 他见了王毅之后呢 王毅就强调 关系陷入谷底 根源在美方错误政策 美方必须深刻反思 今后要跟中国一道 共同管控分歧 将两国的元首的共识 真正落实 但是布林肯回去说什么呢 他说 期待跟中国加强沟通 负责任 负责任这样管控我们的分歧 要去北京 而且不是北京要过去美国 是美国拜登政府主动的要求 去到时被人省 兜口兜面省 他就说你要管控那个分歧 布林肯回去之后呢 就说承诺会管控那个分歧 你说究竟 怎么去理性去分析呢 为什么我们说 拜登围堵 中共呢 是成功过 Donald Trump呢 究竟你有没有围堵呢 你现在要求和啊 但是这个好笑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你不是打仗打输了要求和 你根本没有打过 是不是 那些记者访问他这个老人痴呆的拜登 他说 就是冲口如出几次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呢 他就会防卫 就是说一些这样的东西 我们听完不是嗨咯 但是现在又要管控分歧呢 别人叫你管控分歧你就管他分歧 别人没有叫你去你又要见人 是不是 你耶伦又要见人 布林肯又要见人 拜登又要打电话给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说没有时间听你电话 是不是 然后跟着 欧盟的那些 大哥 好像这个 欧盟主席啊 德国总理啊 法国总统啊 一个一个排队去见他 是不是 然后呢 跟着呢 他们就讲 就是 长篇 类读 就说 我们现在呢 这个是叫做什么 他说这个不是冷战啊 嗯 还有呢 我们要是一个 嗯 就是没有了中国不行啊 啊 他有个Term 我现在一时间忘记了 就是说呢 嗯 就是 而且呢 讲来讲去吧 是不是 不知道会不会成交 但是 起码 中共是答应 买这个空中巴士160架 然后呢 就发觉总统 不知多欢喜 那我自己收到一封了 英国的保守党呢 已经是全部降温 他这个呢 是内部的人呢 是说 make a U-turn 就是说 所有以前List Trust 讲的东西 List Trust 是真心反中共的 全部呢 make a U-turn U-turn 就是全部是180度改变啊 就是现在这位 英国现在就叫做 契弟走得摩啊 因为法国德国已经走前了啦 欧盟发生了 那现在呢 那你拜登的布林肯都说了这些东西 是不是 然后就鞠躬鱼也 都没有打过 所以 如果我们看呢 就是这个世界 都有一些很混乱的东西 就是同一个人呢 讲A和B A和B呢 是 incompatible的 比如说 拜登就说 如果他武力犯台呢 我就会防卫台湾 那这些东西是A 但是 另一方面 现在讲的就是B 是吧 跪在那里 扔他那些 就是B 那两样东西呢 就 incompatible 那就是两样东西 事但错一样 那你觉得错哪样呢 是不是 现在人家叫你管控分歧 你马上回去说 我一定会管控分歧 那你马上就错了 是之前那个 口头勇武 是假的 是不是 我就是这样理性分析的 就是很多人说 比如说 我的patreon里面有一位 真的给了钱去我的收费平台的 但是呢 他就很恨这个tucker carlson 又很恨特朗普的 那我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看我的文章 有没有看我的节目的 但是呢 如果你这样说呢 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跟我说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 那他的想法呢 就是说 嗯 是很难分析这些人的思想的 那他呢 就是 觉得呢 就是 嗯 这个 Donald Trump 没有帮香港的 又是说那些东西 另一个人来的 他说Donald Trump 没有帮香港的 那他就觉得Donald Trump 可以帮香港的 那其实呢 他们的思想是很混乱的 那我 有时就 帮不了他 但是我要说呢 就是说 我将他拿来分析呢 那位朋友呢 这位在我patreon里面 给了钱我收费平台 支持我的朋友呢 我发觉他的分析呢 他首先 自己界定自己是一个保守派 那也很奇怪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说 他说出来呢 是 很討厭这个Donald Trump 很討厭这个Tucker Carlson 那 这个呢 争和爱呢 喜欢和不喜欢呢 这个就是非理性 我承认呢 我很討厭一些人 譬如说 好像姜濤走出来唱歌 我觉得很討厭的 但是这个是非理性的嘛 那我当然是非理性的 每一个人都有感性的部分 但是呢 如果 譬如说 我很討厭他呢 譬如说 我很討厭江泽民 因为我觉得江泽民的样子很欲酸 很欲酸呢 就是不止是他怡容的问题 那些动静啊 表情啊 和他去游泳 穿那条泳褲啊 他穿那条西装褲呢 就是那条 腰呢 上到胸口啊 那条皮带 那条 本来是腰的腰带上到胸口 我觉得他整个打扮都很噁心的 但是这个是属于感性的嘛 是不是 我挺喜欢这个杜鲁多的 我觉得他挺好样的啊 穿的西装又挺漂亮的啊 是不是 打一条胎 又比人一样 那么 他留素又好看 不留素又好看 是不是 这个就属于感性 但是你要分析杜鲁多的政策 你不可以看外表 不可以看你喜不喜欢他的嘛 譬如说我很喜欢Robert Bradford 和Robert De Niro 这些演员 但是当他们走去支持拜登的时候 我就要看看 为什么会这样说 他悲善什么理据 那你就要用一个理性的过程 所以呢 我做这些评论 其实是我的目的 目的就是要找尋真相 捍卫公义 是不是 那样东西是属于感性的 就是说 我有些事情 对于不平的事情 我看不过眼 对于一些黑暗的事情 我看不过眼 所以我又走出来说 这个是感性 但是 我要批评 评价一个政治人物 无论那个是Thatcher 列根 布殊 父子 克林顿 夫妇 奥巴马 拜登 或者Donald Trump 我不是因为我恨他 或者喜欢他 我首先要很冷血地去研究这个人 在研究了那些东西之后 我才喜欢了Donald Trump 因为我其实不喜欢他的外表 说话的方法 不喜欢他做apprentice的形象 但是 当我知道他实际上在那四年的任期 抵受了多少艰难痛苦挑战和迫害 尤其是去到现在 这么多官司 围着他来打 这样的时候 我就对他有一种敬仰和感动 这种感动是基于理性而产生的感性 大家明白吗 如果大家真的听完我的节目 不是觉得我要威乐或者单打任何人 而是最后有些收获 能够改变你们的思想 我觉得 我就成功了 我们不是有什么 绝妙单方可以改变现在美国的政策 我们改变不了美国的政策 我希望所有能够影响美国人投票的人 在2024年 是要阻止民主党继续霸佔统治权 我们最关键的一件事 是要令到Donald Trump 在2024年成为下一任的总统 这是所有艰难 所有挑战 最艰巨的事情里面走的第一步 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